首批到获得11.7万剂AZ疫苗 开打至今只打了2.4万多剂 也就是说在三周之内只打了两成的量 而从COVAX平台分配到的AZ疫苗 紧接着要在明天开打 这也让专家担心 目前只开放三类公费接种对象 只怕很难在校旗之内打完 但像是最近美国增加的新冠肺炎病患 大部分其实都是不符合公费接种资格的年轻人 也让专家呼吁国内应该要再扩大施打对象 AZ疫苗全面充打气接种对象往下开放 只是看看五国目前施打的成绩单 首批到获得11.7万剂AZ疫苗 三周只打了两成货量 更不要说校旗直到5月31号 这批从COVAX获配的19.92万剂AZ疫苗 14号才要配送 以目前只开放到三类对象 这样的施打速度来看 想要在一个半月内消化完将近20万剂的货量 恐怕很有难度 国内只有一种选择 在这种情况下就使得你只有要打不打的两种选择 也会使得疫苗的推动会比较受到阻力 像是美国各地超过一半的新病例 年龄层都落在18到54岁之间 美国CDC总监也因此呼吁 要赶快扩大疫苗接种规模 但目前各国评估AZ疫苗 特别是欧洲国家 主要还是让年长者先打 这恐怕也会影响到我国年轻人的施打意愿 年轻人有可能是传染的一个主要的来源 现在国外都是全面接种 佑政家认为目前世界各国大部分都采取公费接种 我国却要把公费买的疫苗拿出来当自费施打 似乎是在吃民众豆腐 因为这个疫苗是用全体纳税人的钱去买的 在叫纳税人用钱去自费接种疫苗 这个犹如一条牛扒了两层皮 政府可不可以卖疫苗 也是一个行业 这个权利已经给疫苗厂商了 建议公费方面还是要开放到全民接种 自费市场则是要交给厂商自行引进 才能在效期内尽速打完疫苗 又能避免争议 就同名胜透了